今天给大家介绍最适合男性的护肤方法 非常的简单但是高效 总共花不了一两分钟 但是能让你的皮肤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平时我都是向大家介绍怎么穿搭 但是说实话脸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期视频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每天早晚洗完脸 第一步就是磨磨水 拍水 这个不用说了吧 就是保湿用的 有的女生还会用这个水做清洁 咱男生就不需要了 就保湿就完事了 简单拍一下 然后你感觉皮肤吸收差不多了 我们开始第二步 就是眼霜特别重要 我觉得这个算是重中之重了 以前我觉得男生抹眼霜特别娘 但是当我发现我的鱼尾纹越来越深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眼霜有条件就可以买个稍微好一点的 我这就是比较普通的 一般我都是点在两个眼角旁边 因为我觉得鱼尾纹哪里多 然后点哪里 我主要抹的部位就是两个眼角 以及这个下眼颈这个位置 就是为了预防鱼尾纹和眼袋 也是以这个点触的方式最好 因为我听说眼部周围的皮肤比较脆弱 如果你这样抹的话 容易让皮肤更松弛 那你上眼皮戴一戴就好了 第三步就是乳液或者精华 目的也是一个保湿效果 我一般晚上会加乳液或者精华这步骤 因为我觉得晚上休息的时候 皮肤吸收是最好的 那白天我有时候懒我就不抹了 最后一步就是面霜 面霜主要也是保湿效果 但是它还可以把你之前抹那些护肤品锁住 相当于让之前的化妆品事半功倍吧 如果有条件的话 早晚我建议选择两种不同的面霜 晚上选一个好点的 早上选一个带防晒效果的 因为紫外线这个东西是最能让皮肤衰老的 这就是为什么外国人这么容易老的原因之一 并且我们平时看电脑看手机 也是对皮肤有伤害的 那基本上就这三四步 其实你抹下来用不到两分钟 如果你还想省事 那就是面霜和乳液精华这两步呢 你选其一即可 剩下是真的不能少了 如果你们还想让我分享关于这类的视频 可以点赞评论告诉我 如果点赞多多的话 我还会继续做相关内容 请不吝点赞多多的话